二十岁挖塞美艳女子被两名大汉奸杀后 下身灌满油菜 赤条条的扔在了菜地里 警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找到了女子的家人 奇葩的是 女子的父亲却一口咬定根本不认识 更奇葩的是 女子竟是一个超级无敌恋爱脑 甘愿为自己的男人做任何事情 今天的故事属实乍列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视频 时间2013年12月29号中午 地点湖北省古城县石花镇 村民刘老汉在秦仁坡自家地里种菜 突然一具白花花的赤条女尸赫然出现在眼前 当时她那个死亭上面旁边的油菜椅子盖到的 主要部分还是盖到的 当时是看到的 叶泡泡 腿啊 没的衣服了 刘老汉也顾不上回家换条裤子 哆哆嗦嗦的用怀里的菠萝手机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闪现赶到案发现场进行封锁勘查 周海人呢 从年龄上判断是20来岁的一个年轻女性 空面部有伤痕 空面部有伤痕 血痕 另外没有的是左眼里没我 也有这个伤痕 明显的伤痕 实力 不远处一个 就是油彩底里 女孩子的雷裤 一个小头 两指的波兰虎腿 特别裤头的这个底上 明显的疼痕 法医初步检验后得出结论 女尸主年龄20左右 身高1米6左右 不胖不瘦 头发齐臀 脚趾染了大红色的指甲 女尸主的死亡时间为三天前 死因为口鼻窒息 经技术人员分析 报案现场应该就是案发现场 不过 狡猾的凶手竟然烧掉了所有女尸主的物品 只留下了一滩灰烬 大案粉都知道 此类无名女尸案件 第一步就是确认试员 于是古城警方向社会发布了协查通报 对提供线索的群众 给予2000至5000元的奖励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 县城里竟无一人报案和提供线索 难不成女子是外地人 被人哄骗到此地 情人坡上地势开阔 如果在山上被人侵害 当地村民应该能有所察觉 难不成女子与凶手之间是情人关系 女子是被情人敲咪咪整死的 经过对石花镇的大范围排查 有三名当地女工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2月27号晚上7点多 她们路过案发路段时 发现山上燃起了一堆篝火 警方推断 案发时间应该就在12月27号晚上7点多 确定了案发时间后 警方开始对案发时间前的监控进行了排查 重点关注长发齐臀的女子 然而即便是排查了60多个小时的监控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线索 与此同时法医在进一步尸检后证实被害人体内查出了冰毒成分 这就好办了 如果被害人此前被处理过 那她的身份信息就一定躺在警方的数据库中 然而通过模糊比对查查 在30万人的数据库中还是没能找到 如果是外来人口又是灰色从业人员 那么她就很可能在进出城的购票信息中留下记录 同时旅馆 网吧等娱乐场所也应该留有记录 将女施主的照片对近系统里与几十万张照片放一起 经过一年时间的辛苦比对 终于在2015年1月20号 民警万里挑一 找到了与女施主有50%相似 旅店里提取的身份证照片 而这张身份证显示 女子名叫秦华 籍贯广西南宁 警方闪现赶到女子老家 找到了她的父亲和哥哥 让他们确认女子身份 然而秦华的父亲却坚称不认识女儿 女儿长什么样 他根本不清楚 这就六桥加一桥很七桥了 父亲怎能不认识女儿 他的父亲因为犯了罪 我们去的时候 他父亲刚好在一三年 案发之前 才放回来 从哪里放回来 应该在九六年的时候入狱的 原来秦华两岁后 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了 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秦华的母亲也在当时改了嫁 带着秦华的哥姐走了 而秦华则扔给了姑姑的 多年来亲人间也不走动 所以秦华的父母和哥姐 根本不认识她 这也合理 不过警方最终通过DNA比对 证实了无名女尸就是秦华本人 诗缘确定以后就好办了 围绕秦华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就能找出真凶 很快警方锁定了与秦华关系最密切的两名男子 那么这两名男子是凶手吗 经查 秦华与古城的钱某和胡某 三人关系非同一般 经常是乘三入队 另外 还有一个名叫江某的男人 在案发前与他们联系密切 于是 他们跑他们追 他们插翅南飞 很快三人在广东落网 在大记忆恢复套餐的家世下 三人都交代了杀害秦华的犯罪事实 据钱某交代 2013年初 他在东莞打工时认识了秦华 并很快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然而慢慢的钱某发现 秦华很不一般 他的聊天记录里全是见不得人的消息 于是 钱某向秦华求证 秦华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摊牌不装了 一口承认了他就是钢筋打磨工程师 钱某心想 我还付出感情 把你当女友 没想到却是如此结果 然而 秦华虽然身不由己 心里却是爱着钱某的 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黏着钱某就不撒手 他倒是说过 我赶到你 赶到你 你不许我不拿我当女婚人看东西 我只要赶到你 把你赚钱都行 这下好了 钱某真听进去了 彻底的将秦华荡成了摇钱术 二人跑到武汉租了一套房 专门从事灰色工作 不久后 钱某决定与胡某江某 一起到新疆谈大项目 三人商议使用美人计 于是便将秦华推了出去 谁知 这种变态要求 秦华竟然一口答应 没想到 几人最终还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钱某一怒之下 将秦华扔在了新疆 准备彻底抛弃他 秦华不愿离开钱某 一个人又坐着火车 回到古城找钱某 这次回来 秦华就逼着钱某要求结婚 还说已经怀了钱某的孩子 也是那天下午 他联系我 然后见面之后 说那个女孩要过来找他 说要和他结婚什么之类的 他就说 跟我说 和我一起商量 把他给杀了 2013年12月24号 钱胡二人将秦华骗到秦仁坡 之前没有发现这段监控录像 是因为三民女工搞错了时间 说是在12月27号 下午在这个山上 等到天黑以后他们才动手 钱胡二人一人掐一人舞 残忍的在秦仁坡送走了秦华 为了掩盖真相 毁尸毁不掉 就只能灭迹 将秦华的所有身外之物一并烧掉 事后又回到秦华的旅馆 将行李箱等物品一家伙全给烧了 案件至此总算是真相大白 冷血的钱胡二人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打擾好 集光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阳 本身个人 总算是从女原 tagged 网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